重慶有個小朋友沒有交功課 被媽媽罰他綁十字架跪在街頭 網民覺得太狠心 是他們不明白為人父母亡子成龍的心態 媽媽對他的期望很高 兒子你要做到耶穌啊 我是愛國移民顧問MJ 前幾集介紹過的衛民單車 在大陸乘航城市 一元半個小時真的很划算 不過要先入五百元按金 相信賺錢的模式 都是cap多些人給按金 有投資者在福建某一城市 投資了八百多部單車 經營了二十日就失敗告終 原因是單車被人扔進河 拆了輪子 或者放在崎嶇的山頭 真心不明白為何會有人做這些 選人不利己的事 希望國內有朋友可以解答宜蘭 我是強國生還者阿溫 現在在香港講自己的意見 會有一批人去你上班的地方批鬥你 哇好恐怖 但是想想想會不會是一個商機來的呢 五毛都是人 五毛都要吃飯 現在的美食車 反正都做不住了 不如就這樣 我們特意趕夜激怒他們 然後再放一輛美食車在附近 可能有機會起死回身 我們強國生還者 好歡迎回到這一節的 強國生還者 我想問人們為何要扔露單車 所以我不是說真心不理解 你怎麼會這樣做呢 報稱說 我偷了他的 這個城市 那些單車至少超過有100部 是被人喝醉酒 好像平常喝醉酒 扔掉東西 搞破壞 我喝醉酒就破壞了 剛剛都有的 但真的有這麼多 剛剛八百萬隻也有很多部 八百部 八百部 八百部被人丟掉嗎 應該是100部扔到河 有些是被人拆了一輪 即是你拆了一輪 拿去賣 我是理解的 即是你起碼是偷東西 或是賣別人的 你扔到海裡 那是甚麼呢 我真的不理解 OKOK 回到我們的主題 今集我們是講英國的 今集我們請到英國的嘉賓 我的移民界的師兄 他叫Jacky 他也是從英國回來的 介紹自己 辛苦一點 大家好 不敢講師兄 後下講年資 小師弟 小師弟 他的意思是年輕 OK 其實我都很難不講 因為接下來介紹自己 都剛剛講一講 剛剛在英國的利物浦大學畢業 應界畢業生 小鮮肉 年輕當打轉身快 有速度 有身來 不夠速度就追不到科 又不夠速度那種 剛剛就回來 就是Liverpool U 對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2016年7月畢業 回來 李物浦 Win 好親切感 好有 所以待會錄完之後 我私底下請教一下 那你是否喜歡李物浦 這個是有段故事 其實小弟喜歡阿仙奴 我爸爸喜歡李物浦 他當時就決定送去李物浦 你當時沒有在地上滾滾滾滾 一定要去倫敦 沒有 其實自己都喜歡李物浦的環境 當時來說 倫敦始終等於另一個香港 都很繁忙 所以其實自己對倫敦的興趣 都不是十分太大 是怎樣的呢 李物浦的環境 怎樣令你喜歡 其實李物浦 其實我現在在英國四年 都去過其他城市 我始終加上在英國 李物浦這個地方成長 都真的覺得李物浦這個地方是非常好 跟香港最大的地方 他最大的地方 就是 他是城鄉的比例 是做得很好 因為他首先在18世紀 已經是工業城市 其實他們工業革命上 其實已經是一個比較先進的城市 所以要先進的 他們科研各方面都有 但是他們又不會說 很像香港的物質質 又不會完全像整個大城市 其實他們是有很多 旁邊是有很多 鄉郊少少的地區 你喜歡去玩 你喜歡去露營 野餐 絕對可以 其實是可以搭火車去新界 就已經是整個田給你玩 就是很多郊遊的地方 是啊 還有他們那些屋 還有那些城市規劃 他們都不會做到密度很高 所以就很舒服 還有最大分別跟香港 就是空氣真的很好 利物浦應該除了那隊 經常輸的足球隊以外 就是應該最出名的Beatles 是不是很多Beatles 其實是的 因為首先 利物浦在音樂方面 除了Beatles 都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一直以來 到現在 都是他們最出名的Caven Club 即是他們標戲的那個Bar 依然是很多現在 穿著他們的Beatles 那些打扮的人 就去住場去唱 經常都會有人在街上 Busking 唱歌 都是一個很大的 industry 所以當地的音樂氣氛 是很棒的 是啊 這件事我也是很喜歡 我真的想問你 因為我認識你比較 我有些時間 我知道你是一個音樂人 那你究竟是去之前 已經是一個音樂人 還是去之後 受到當地的Beatles 音樂的氛圍感染 變成一個音樂人 其實兩樣都有的 首先我自己本身 也講一些自己的音樂背景 講到音樂 我小時候被爸爸 逼了我去學小提琴 六歲的時候 逼了學小提琴 我學了十年到十六歲的時候 考了八級回來 一張沙子扔到爸爸 從來沒有碰過小提琴 一路都沒有碰過 你真的嗎 我上網看到那些橋段 對 有說我逼小朋友 但十年前是怪獸家長 現在就是怪獸家長 十年前應該不是怪獸家長模式 真的喜歡音樂 其實當時他哄哄 跟我說小朋友一定要學過樂器 最後無動於衷 逼於無奈 被他騙了 沒有辦法 他又跟我說小學畢業的時候 一定要有個樂器 如果沒有樂器的話 你是考不上中學的 你十二歲就要出來工作了 我一個六歲的年輕人 你叫他十二歲出來工作 我立刻嚇到後 難得又縮了 立刻說 他可以讓你選擇 你想學鋼琴還是小提琴 即是咖哩味屎 還是屎味咖哩 立刻就選了小提琴 玩了十年 但也好 成功讓你喜歡音樂 其實是對的 雖然說笑 逼一下逼一下 但其實有些興趣都是逼出來的 之後就喜歡 對音樂有些認識 再聽多了不同類型的音樂 自己本身古典出身 再接觸流行 以及其他的曲風 再自己覺得樂術 其實想搭 band 比想玩樂團 就開始搭 band 開始彈結他 我爸爸說 你經常在廁所洗澡 這麼久在唱歌 不如你學結他 你出來自彈自唱 這些建議都很好 我想問一下 用我們移民界的朋友 現在很多藝文青藝術的人 你覺得利物浦是否適合 藝術工作者去生活的地方 其實如果說到藝術的話 這件事我相信 不會比歐洲其他的城市 維亞納 維亞納 或者法國巴黎 那些藝術的氣息都非常強 如果你說要給的話 英國都會拿倫敦出來 始終他們那個人 那個人種會比較多 因為別人都形容倫敦 其實都沒有什麼白人 不是沒有白人 他們跟其他的 race 是差不多 每個 race都在那裏找到 印度裔 印巴裔 東亞裔 任何種人都在倫敦找到 變成那個文化上的衝擊 會比較多些東西出來 OK 其實現在利物浦的定位 已經不是一個工業城市 已經不是 應該是旅遊業為主 其實他都想發展旅遊業 而另一件事 其實他都出產很多中國的學生 有少少拉回來中國 因為其實歷史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除了美國三藩市和紐約之外 就是英國的利物浦 最早一代有中國人或華人 暖至清朝的位置 已經開始有大批 不是說一兩個 是大批大批船 移民過去的 當時是有這樣的 我記得清朝的 這個可能問八旗 是否有一段時間 應該是 類似明治維新 我記得清朝是一個 明治維新 是日本人 類似明治維新 在中國同一時間 其實他清活有很一連串 所謂向西方學的舉動 公親王極 志強運動 八日維新 八日維新 那些 基本上 是否當時利物浦 也會一傳一傳 因為利物浦 畢竟是當時 全球其中一個最大的港口 因為工業革命 應該是工業革命 其中一個發源地之一 所以吸引到 很多在不同地方的人 去利物浦取經 或者去學習 Jacky剛才所說 打批移民過去 我相信當時未必是移民 可能有些真的讀完書 就回去 其實因為一個有趣的經驗 就是我去到那邊 其實雖然他們現在越來越多 講普通話的人士 但如果你看到一些 可能一些老舖 一些可能中國餐館的老舖 他們的老闆 或者一些股東 是講廣東話的 他們可能比較多是廣東省 那一帶的中國人 而且他們可能是說第五、六代 也有 他們說我這間店 已經是百多年 或者幾十年起碼 有些是很老的 裝修都已經不知幾十年才翻身一次 其實廣東人是 我記得之前我們有另一個嘉賓 即是說荷蘭 他都說其實 都是最先那班 或者跟得久一點那班 就是講廣東話的 是的 這些老舖可能會保育得好 我們香港 香港要找一間百多年的老舖 現在都越來越少了 絕對是 絕對是 因為在中國城那邊 其實是有很多 很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利物浦裏面的中國城 是的 利物浦裏面的中國城 OK 原來MJPAN MJPAN 有些什麼看的 我怕你有共鳴 照計你應該沒有共鳴 我很想去 我沒有那個時代 我那時很小 我那時很小 兒子很小 你那時很小 所以玩了不太久 那邊中國城是怎樣的 我們印象中的唐人街 其實唐人街 只不過他取名 其實英文也是叫Chinatown 只不過他中國城這個名字 就叫做 直譯 中文的譯名就這樣譯過去 是一條街 其實他是一條街 然後他就有一個 挺有名的 一個中國城的建築物 一個類似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 一個牌坊 一個牌坊 沒錯 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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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過很多 因為據說 利物浦的台人街 或者中國城 應該是歐洲其中一個最早的華人社區 應該是 清朝 聽到現在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還的比例也算多 沒錯 所以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如果現在很多中國人 選擇去學生 例如我那樣去讀書 要不就是倫敦 要不就是利物浦 不是其他沒有 而是他們很多時候 第一件事 想起兩個城市 就是這兩個城市先 然後想起其他學校 倫敦也很正常 利物浦 如果我之前不認識Jerky 未必知道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你都去過倫敦 也有一定的時間 是的 都去過幾次 兩個城市去 comparison 是不是應該是利物浦 會適合華人 我們香港人 如果過去生活的話 會不會先選利物浦 其實看看你是 喜歡哪一類的生活 如果你其實想說 過香港式的生活 絕對是倫敦 但如果好像我這樣 其實在香港很累 人煙車多 人煙囂密 然後去到鼻塞 因為倫敦也是有這個情況 我自己小弟 都鼻敏感 利物浦的空氣真的好很多 悠閒很多 但又未至於完全香膠 買東西 購物都很方便 如果消費那些 利物浦會不會便宜 利物浦會不會便宜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有一件事 我最享受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你在香港 香港人最喜歡 買便宜的東西 便宜便宜 甚至我不太管 你的大牌子 會不會有大牌子 如果我用一些名牌 或者手機 或者什麼 名牌的東西 可能值得順賴 但如果其他東西 我真的不太看牌子 其實在利物浦會容易找到 一些Local Supermarket 他們裏面有一些百貨公司 他買的東西 都可能是相對便宜為主 所以其實我如果要平時 可能買菜 或者去入一些貨 平時生活上的用品 是比較容易找到 一些Local Supermarket 買到一些便宜的東西 小弟其實都想請教一下 我應該是四月尾 就會去利物浦 話說我不是直飛倫敦 是去倫敦 我去利物浦看球 我買的火車飛 其實內湖很貴 內湖差不多四五十磅 是啊 其實大概兩三個小時 去到利物浦 其實一般去吃東西 或者去球場也好 或者一般要買東西 有沒有什麼建議 首先說到火車飛 它有貴 相信你應該都是搭Virgin 所以貴一點是正常 但首先這間公司 實質上是真的 給了一個很Premium的服務 你真的整個 兩個半小時的車程 是真的很舒服的 即是有人跳舞唱歌 這樣不至於 但它真的可以 這個回到大陸多 你會感覺自己是乘飛機 即有車問你吃不吃東西 不用錢 這樣就要錢 即是會賣給你 對 總之座位是舒服的 即是清潔 即是兩個多小時 即是很多時候 回大陸有什麼 坐火車 最怕就是它不清潔 其實它清潔環境 衛生情況是非常理想的 OK 即是去到利物浦的話 即是吃東西 即是吃東西的話 其實如果要看 你會不會想吃中餐 去到英國吃中餐 因為其實是有另一個 即是它始終 無論是一個文化 一個語言 和食物 都是它的文化一部份 其實它甚至乎是有 即是它們叫做自己 利物浦式的一些中餐 中餐 那麼可以體驗一下 那個分別 怎樣為之利物浦式中餐 對 其實它做的東西 可能你吃都是吃那樣東西 但它做起來 是有一點點風味 因為首先它用的ingredient 它可能用回那邊的ingredient 在那邊 即是你即使吃牛 在英國種的牛 但是是牛雜來的 即是你吃一個牛雜河 但它用英國的牛雜 即是可能做法都差不多 但它用的材料不同 你變成的味道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麼可以體驗 對 至於是好吃了還是不好吃了 就看你自己的口味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我其實適應的 我其實適應的 就喜歡的 多不多吃中餐 其實我自己比較窮一點 吃中餐比較貴 因為它拿的材料都比較貴一點 平均有沒有吃過乾炒牛河 有 平均多少錢 我隨意說 我吃乾炒牛河 五磅、六磅 其實China Town那邊的食肆 反而不是太活躍 因為它反而是一個比較有歷史價值的地方 不是一個營商環境最蓬勃的地方 是景點 是景點為主 五磅、六磅 最便宜的 現在九幾萬 你當年去的時候 最高峰應該去到十三四 十三點五 接近一塊水 即是六磅 一塊骨頭 即是八分一碟 當然 其中一個去到那邊的經驗 就是 你叫的東西 雖然可能貴了一點 但它的部分是大分很多 即是一碟乾炒牛河 四二碗吃 即是以我 一個當時十八歲的男生 過去是夠吃 我自己本身都是大食的 即是食量方面 即是當地的食物 即是吃傳統的 Fish and Chips Fish and Chips Full English Breakfast 那些 即是味道方面 和倫敦食是差不多的 是呀 即是看回你 我最喜歡為何喜歡利物浦 就是因為它不是一樣東西 即是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你吃西餐就被人覺得 是很高級的東西 很高級的東西 但在那裏你想想 那裏是沒有大排檔 那裏是沒有茶器 他們的茶器 其實都是吃西餐的東西 是 但是就是鋸扒 但是就是鋸扒 OK 當然那個裝修 或者各樣東西 真的低很多 但整件事 你都是吃差不多的東西 甚至乎 那個味道 如果有些 我自己光顧開 有一些 是真的自己自家製的 前鋪後居式 很有人情味的那一隻 真的會吃到這個人情味 在倫敦是找不到的 而且價錢也相對便宜很多 也應該蠻好吃 是的 我可以在說 都是吃Burger才算 最簡單的 一個Double Cheeseburger 然後有薯條在旁邊 加罐可樂 我是可以新鮮去製一些牛肉出來 新鮮去製一些芝士出來 加兩塊冰在上面 熱辣辣給出來 然後再加上一些新鮮自己製的薯條 然後整件事你吃下去 你覺得是 總之是好吃 比R字剛才星期二那間 多少錢呢 是說三磅 加上可樂三磅半 這些是當地的窮人一物 是的 當然你預算匯率的話 當然也要四五十元 當成是十元 但你說你的份量 是吃到你飽 還有說是HOME的 Burger很大 新鮮出爐給你 都是這個價錢 而是可能在香港 你在那間星期二吃 要吃你舊幾歲 還要是冷的 我自己真的對這間店 香港開店 還要是冷的 吃下去我比麥當勞更差 麥當勞也有東西看著 這個當我四五月份去的時候 要去煮沸 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沉默一下 因為他們比較低調的 你反而見到那些 咬咬咬咬 但進去如果老闆很熱情 很nice的招待你 你可以去試一下 當然不敢說 戴頭盔 不是每間都好吃 看你菜菜 先戴頭盔 對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可以給你一個地址 好 那如果購物呢 或者一些景點呢 購物呢 購物呢 有一個最大的購物 你當是有一成的感覺 就叫做Liverpool 1 直譯就 裡面有大的 例如H&M Forever 21 連鎖 連鎖 其實連鎖有的 在利物浦都會找得回 那跟倫敦走的沒有什麼分別 或者跟在香港走的可能 是啊 至少說 如果我在英國去買那些東西 你在利物浦不是買不到 都會有一個市中心 給你去買這些東西 不會像有其他一些鄉郊的城市 你真的要駕駛一個多小時的車 才能找到一間H&M 不會是這樣 那你自己那時候 平時不用上學有什麼去做呢 娛樂 其實我自己比較窄 我喜歡在家裡寫歌 彈結他錄音 音樂人 一樣都是提示 對 但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走路 我跟朋友有些不同 他們經常去旅行都要搭的士 我覺得你去旅行不要玩 我自己跟朋友一起去蘇格蘭的時候 我都是到處走 有時候你有一些風土人情的東西 還有那些交流 你在的士裡面感受不到 有時候放假或什麼 我自己會走去海邊 就是老人與狗 走多久呢 半個小時 我住的地方比較接近大學那邊 我走的話 走到海邊大概四個小時左右 走到市中心大概十分鐘左右 因為很多外國的城市 不是容許你可以走到一些 你能夠看海購物的地方 所以市是否考驗 其實我也是很喜歡 可能習慣了在香港 你想休息一下 你也可以出海 走一下沿海 去堅離地城 少一些人 或者尖沙咀 起碼有個海 習慣了做一個沿海城市的人 去到利物浦就很舒服 我走四個字 慢慢走過去吃完飯 已經是有一個 River Mercy 剛剛也挺舒服的 天氣方面也很密切 天氣方面 跟一般的英國 英格蘭天氣 大家都知道 都陰陰濕濕濕的 一個月下多少次雨呢 其實 你可以說 接近每一天都下雨 但是 很少 它突然蓋你一巴掌 很多時候會有彩虹 如果你喜歡看彩虹的話 就在禮物浦都會見 或者整個英格蘭都會見 因為她是很感情的女人 她突然間 不放一陣狗屎 可能只是說五分鐘 然後突然間是出猛太陽 即是你真的出不上 我想如果你有看英超 你有留意天氣的話 你會看到突然間很曬 然後突然間又有陰曬 球場那些都不知道開不開燈 一場球賽都有四季 一場球賽可以有四季 其實真的可以這樣 所以其實在禮物浦或英格蘭 那些人穿衣服 多數都會穿乾濕衣 或者一件大衣 蓋著 遮風擋雨 遮風擋雨 很少人會戴遮的 真的少 因為你一是落狗屎的話 我就索性不出去 或者在車上 我就不需要遮 你落狗屎落到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你遮也遮不了多少 要不就毛毛雨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擔遮了 所以那邊用遮的機會率是比較少 但其實在那邊讀書 你讀了四年 會覺得跟香港有沒有什麼最大分別 或者沒有一些很不習慣的地方 其實不習慣又沒有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壓力一定是小了很多 我自己因為我在那邊一讀 就是DSC就去讀大學 我就沒有在香港讀過大學 當然我中學畢業的時候 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大概從他們口中聽到 其實他們要不斷上課 我剛巧因為小弟讀過課 真的上課的課數比較少 你讀哪科 我自己讀Marketing 我讀Marketing 對我讀Marketing 那是說 聽到正經的 不用上課嗎 對 未至於不用上課 不過五天上課六課 一課是 兩天 一課兩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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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每個星期 只不過是上課十二個小時 是啊 我說我一天只有一課左右 甚至乎可能是 有些時間表 可能是我有一個星期有五天 有一天是off的 即是不計星期六日 已經是 即是計上星期六 就有三天off 結果四天 可能有兩天有兩課 有一天有一課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 一些我記得讀書時期 如果可以自己調動 我相信應該會把那六課 把那一課一課 然後放假 對 然後放假 我想Win走課 走得這麼厲害 也不至於這麼少時間上 香港讀大學 我想一個星期都會說 可能十幾堂左右 至少我想 差不多應該 我印象太久了 太久之前 你都差不多三十多年了 你當時住貴不貴? 租屋 房價一定比倫敦便宜很多 大概 我自己取其中 因為我自己也有少許生活態度 加上自己也寧願 不如找一些兼職工作 來幫補一下 其實不貴的 在那裏來說 一百二十五磅 一個星期 大概幾大 其實有百多尺 百多尺? 百多尺? 百多尺 好像很小 百多平方米 其實我是自己住學生宿舍 如果是學校自己給的那些 學生宿舍真的只有單人床 然後再加多一張單人床的空位 然後一個企缸的廁所 跟現在的水飯房差不多 跟曾先生差不多 但現在的學生宿舍 我居住也是學生宿舍 但不是學校提供的 類似成建商 即是私人經營 是否外面有個公共空間給你去玩 對 我們六個人一個廁所 獨立的房間和廁所 其實我可以在我的房間 跑來跑去和踢球都可以 對 那就是雙人床 大字形地分 然後外面有些好像網吧 分享一個廚房和客廳 那會不會有些責任 例如用了廚房 或者要清潔 要清潔 這個就要自己清潔 這個你難度高一點 是誰 他智障 那百多磅也是OK的 即是千多元一個禮拜 四五千元一個月 而且剛好我住的地方 剛剛就在學校和市中心的中間 就叫做我回 對 我覺得剛剛拿得好比例 那家附近樓下有很多超市 其實不用到處去 都已經可以買到飯回家煮 上課又十分鐘 下去燙又十分鐘 那也OK 偏接近學校少少 其實還有少許時間 都想了解多少少 例如Jacky 你在倫敦 在利物浦打工 一般人工是怎樣 其實現在應該都漲了少少 因為我 二十磅一個小時 這樣也未至於 應該是有五六磅 現在做六磅半 大概是甚麼工 我當時就在一間KTV Bar 那裏做小夥伴 其實都是 我當時的薪水好像是五磅半 應該有少許廢 那又沒有 因為是中國人生意 是否我們New Way那些 他好像是大陸 大廳輪流唱歌 那又不是 有包房 他包房 我做的房間比較小 只有六間房 也有些人 有些妹妹陪坐 那又沒有 大陸少少不是一意思 有少少 每次都在庭房間 都是幫白琪問一下 不是 阿彌返回大陸 是否有些mindset 是這樣的 好 開心的時間 過得特別快 你都差不多尾聲 我知道Jacky 回來後都會有他的音樂事業 他唱歌真的很好聽 你聽他的聲音 現在講的聲音 也有他的吸引力 不如說說你的YouTube Channel 給大家聽聽你唱歌 如果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聽我唱歌 周不時都有錄音 放上YouTube 那我的YouTube Channel 就是youtube.com slash possiblehk possiblehk 然後現在是否會去Busking 是呀 其實現在跟你又配合了一個M 我想一個星期起碼去一兩次 通常是哪些位置Busking 在中環碼頭 在尖沙咀方向的天星碼頭 太好了 如果大家想聽Jacky唱歌 可以去剛才說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去中環碼頭 看他的現場表演 這次節目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